4月19日,我们科技日报一版头条,强势地推出了一个新专栏,就是基带功课的核心技术。 开栏片呢,是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引题,报道了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所需要的顶级光刻机方面落后状况。 我在新媒体上推荐了这个栏目和这篇报道,那么很多朋友和新闻同行都评论说,说科技日报的这组报道策划的很及时,我呢挺谦虚的回复人家,我说不是很及时,是很超前。 事实上,今年三月两会一过,我们科技日报呢,就开始策划和组织这组报道。 当时的那个时候的舆论氛围呢,还是厉害了我的国。 科技日报认为,我们有必要让读者了解更多的东西,尤其应该懂得,在很多情形下,我的国没有那么厉害,甚至受制于人。 由于高度重视,我们希望把这个首篇报道呢,这个开栏篇啊,打造成一个样板间。 所以呢,我们避了好几篇稿子,有些稿子还要经过反复这个修改和打磨。 对不起,以至于呢,这个报道呢,这个栏目啊,迟迟没有推出,直到重型事件爆发。 这个栏目呢,到今天为止,今天我们登了是第29期,已经推出了29篇报道。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对29个各个行业里,这个卡脖子的技术,都做了报道。 社会反响之强烈,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所以作为科技日报的总编辑,我也感到很自豪,因为科技日报,没有人云亦云, 而是以个性化的声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正确地引导了社会舆论。 也体现了科技日报的使命和担当。 这个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当然值得肯定,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差距和不足。 我们今天,这个普大喜奔的一些科技成就,比如大飞机,人家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 我们今天,一些正在苦苦攻关的项目,比如载人登月,美国1969年就大功告成了, 明年整整50年,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差距,实实在在的差距。 说中国科学技术与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差距。 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 可是我们国内偏偏有一些人,一会说什么新四大发明,一会又说什么全面赶超,主体超越。 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的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算的还是有灵有整,有鼻子有眼,明明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了房子,非说自己有了一个完整,完全的,永久的产权。 如果只是为了鼓舞士气,也就罢了,麻烦在于,发出这些论调的这些人呢,往往呢,忽悠了领导,忽悠了公众,甚至忽悠了自己,这就成了问题。 上周我刚刚到日本访问,去了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那么和JST呢,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 在JST呢,我见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冲村树县,这个人呢,原来是这个,日本文部省的次官,副部长,现在呢,他任这个JST的首席研究员。 这个冲村呢,对中国非常的友好,他对我说啊,他说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等,很快就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国。 所以呢,日本应该跟中国搞好关系,我说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对他前面说的这部分呢,我表示质疑,我告诉这个冲村先生, 我说中国现在啊,距离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我们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并不是你说的那样。 由于这个冲村他不能讲英语,所以我们这个交流呢,他是通过日语翻译,所以效率比较低,到最后我也没能够说服他。 这个冲村先生的这个观点,在日本啊,很有代表性,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他们就是这样看待中国的。 那么我们的舆论,无疑对此起到了这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也不可否认,这些呢,为国际上的这个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 对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这些舆论,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都是由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 只有认识到差距,才有可能弥补差距,否则我们的中国梦,可能永远是中国梦。 就像李济中庸所说,文过而忠理,支持而厚勇。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兴事件,现在还没有完,无论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认为它都是一件大好事。 好在它让更多的国人,正视了中美科技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惊醒了梦中人。 科技日报开办的这个亟代工科的核心技术栏目,是要长期办下去的。 因为有太多的卡脖子的技术,让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不能扬眉吐气。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期待功课? 是否有一些共性的原因阻碍了我们功课这些核心技术? 我想是的,那么今天呢,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缺乏科学的武装。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它们之间有联系。 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引,阻碍了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 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 技术发明,它靠的是经验的积累,或许还有灵机移动。 而科学发现,它是建立在系统的研究,专业的训练的基础上。 我们的祖先在科学方面的建树实在是乏善可乘啊。 有人可能说,我们有四大发明啊。 我要说,四大发明它是属于技术的范畴。 它不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的技术创新和突破。 跟科学没有毛钱关系。 比如说,这个指南针。 我们仅仅满足于指南针好用,迷不了路,找得着家。 如此而已。 我们没有去研究磁场和磁力线。 我们也不知道导体切割磁力线的时候会产生电流, 更不会推导出麦克思维方程。 比如说火药。 我们只是满足于知道它这个能够爆炸这么一个事实, 而没有去深入地研究它的化学和物理机理。 只是懂得这个一硝二黄三木炭。 所以我们只是停留在黑色火药的这个阶段, 而没有研发出黄色炸药。 有人说,我们祖先发明了这个火药,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工业和军事上用的这些炸药。 我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黄色炸药和黑色火药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这个事我们还得厚道点,不能贪天工为己有。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不求甚解这种倾向, 在今天也严重地影响了我们这个技术发展和技术进步。 没有科学的指引,技术的发展注定不会走得久远。 第二,我们缺乏工匠精神。 去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款节目, 叫《大国工匠》,我想很多人都看了, 我几乎是每一集都看了, 我觉得这个片子拍得很好, 下了大功夫。 问题是,相对于我们13亿人口这样一个大国, 这些大国工匠实在是太少了,太稀缺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是瞧不起匠人的, 我们也叫剃头匠,尼瓦匠,小炉匠, 很多教师自嘲管自己叫,叫什么?教书匠,是吧? 所以这个文化里面呢,他是看不起匠人。 轻视操作,轻视实践。 这个孟子讲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愈人。 我们科技日报昨天,报纸头版头条, 报导了一个叫,海洋调查一线, 南密学术带头人的身影。 讲的是海洋调查的某个行词上, 十六名科研人员,其中有副高以上职称的, 只有一人。 这些学科带头人呢,都说, 我的学生去了,我就不去了。 不久前,我访问德国,在萨克森州的首府德雷斯顿, 参观了中德轨道交通一个联合研发中心的创新工厂。 在这个工厂里,我看到一种情形, 很多人都穿着工装,在那一丝不苟, 非常专注,非常认真的一些操作,在工作。 我本来以为这些人都是工人, 结果一打听,所有的人都是工厂师。 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 正是因为这种务实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 德国人才造出了莱卡相机, 奔驰汽车,克鲁波打炮等等。 也创造了德国制造的品牌价值。 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 浮躁、浮夸是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 而且至少已经持续了二十年。 我们很多科研工作者坐不了棱板凳, 耐不住寂寞, 总是寄希望于走捷径, 弯道超车。 我是很不喜欢弯道超车这个词的。 除非你车里有毒品, 警察追你, 你干嘛弯道超车啊? 如果说总结别人的经验, 吸取别人的教训, 少走弯路, 这是对的, 也是应该做的。 但是在更多情况下, 弯道超车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它往往是成为了 这个偷鸡取巧的一个代名词。 所以我说这个弯道超车, 它是行不通的, 在更多的情况下, 它是行不通的。 就比如航空发动机的制造, 它是在大量的实验数据积累下, 不断地总结完善, 调整提高, 最终才能生产一款好的产品。 你说要弯道超车的话, 比如说我们搞一台别人来的发动机, 照弧了画条, 即使生产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发动机, 能生产出来, 那今后改进提高呢, 提高它的性能呢, 你还能做到吗? 很多的实验都证明, 弯道超车是行不通的。 再说这个三宝并存, 刚才王所长还提到三宝并存, 这个三宝并存是对的, 但问题呢, 它不是现在的事情。 1965年, 我们的科学家就实现了人工合成牛一岛速, 这是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对领先的。 1964年, 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6年, 我们有自己的核导弹, 1967年, 我们爆炸了氢弹, 1970年, 我们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所以至少在半个多世纪以前, 就可以说是三宝并存了。 所以关键是讲, 三宝并存啊, 如果离开了比例和构成, 它没有异。 关键是说要分析, 这个三宝并存里面有多少是零, 多少核心技术是零跑的。 实际上在大多数的核心技术, 就像我们刚才新的提法一样, 说我们是跟跑状态, 这个大家必须在有清醒的认识。 另一方面, 我认为在很多关键技术领域, 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不但没有缩小, 反而正在扩大。 上个月我看到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 它说, 美国另一款五代机, F35, 它用的发动机叫F135, 这个发动机这个推力, 达到了令人惊悚啊, 22吨, 稍微熟悉一点航空发动机的人就知道,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 所以你说这个, 我们的差距到底是在缩小, 还是拉大。 所以刚才这个王教授也讲了这个, 美国这个航空发动机的一些最新进展, 我们听了以后, 大家可能都是觉得很着急, 着急也没有用, 我想呢, 寄望于啊, 我们这个从事航空发动机这个科研人员, 能够持之以恒, 切而不舍, 百折不挠, 尽快把我们国产航空发动机事业搞上去。 我就说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